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国宝级排球选手Kim Young Young 在节目中透露了兴奋剂检查过程 2021年广州押韵 本来是不需要做到那种地步 先脱裤子后,让我转了一圈 然后再让我将上衣弄上去 我无法忘记 这样检查我的广州押韵 让我脱裤子,转身 这样上下看我的那个人 我永远无法忘记 然后他这样看着我的话 我就要这样接尿 虽然Kim Young Young说的情况是有点特别 但是选手们的兴奋剂检查过程 一般人是真的无法想象的 根据资料,采血的话会给选手们的身体造成伤口 并有感染的可能性 也会影响到选手们的情绪 所以通常都会进行尿液检查 在比赛结束后 检查人员会陪同选手们前往厕所进行尿咽检查 在这里最注意看的是 尿液是否是从选手的身体中排出的 检查人员必须要亲眼确认 而在进行检查时 不可以穿着长袖衣服 必须完全拉上上衣拉下裤子 我怎么觉得咽尿反而会比较影响情绪呢 而韩国排球的话 每次比赛都会随机挑一位选手来检查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被选中兴奋剂检查师的选手们反应 之前都是自己接尿后提交 但是在2020年轮动奥运 俄罗斯禁药风波后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方法 我以为是跟在医院念尿一样 原来是这样啊 选手们应该会很不喜欢吧 哇 这个检查官也会很辛苦啊 有人的话我可能尿不出来 真的很不想被选中检查吧 选手们好可怜 但是反应都好可爱 可可 再看一遍 好 可 Fucking 好 真 etmek 我 いる 我是 住手 人 market 网尔 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